準備一顆芋頭 把芋頭切成厚片狀 大約是一公分的厚度 七朵蝦菇 先泡在熱水裡面 像這樣子已經快要泡軟了 三個八角 三條肉桂 冰糖10克 把豆包放在乾淨的布上面 把水分壓乾 這樣炸的時候 才不會把油漸到哪裡都是 還缺一個月櫃 還缺一個月櫃 已經碎掉了 大約兩片 你要哪幾塊 三塊 南乳 這樣算一塊 還是這樣算兩塊 兩塊 十三塊 暖滷汁 一點點去拿 三茶匙 二分之一茶匙 胡椒粉半茶匙 這黑醋 可以嗎 心好看到 黑醋 對 打 mama 是 這棒醬 哦 醬油還沒有 一茶匙 素 紅油一湯匙 一茶匙 生姜20克 这是石头的锅 没有这个也可以用果汁精 给它搅碎而已 再挤那个汁出来咯 我要这样挤那个汁 还有很多水哦 等下这个没有浪费的 等下这个姜 我们就可以拿来烤包菜 一生姜很香 这个味道 可以烤肉 一输就可以吃 一辣子 一辣子 可以吃 炸到手是嗎 嗯 炸了一分鐘現在翻面 看到這個表面你看有碰嗎 噗起來了 這也是噗起來了 噗起來了看到嗎 就是表示一頭熟了可以拿起來了 炸至兩面金黃 好所以直接拿了 聲音比較輕輕的 有清脆的聲音 你看碰起來了 碰起來了 炸完芋頭來炸豆包 因為豆包比較會有水分 所以先炸芋頭會有水分 炸得這裡 炸的甜甜金黃色就能起來了 炸到甜甜的金黃色就可以起来啦 比较大朵 等一下你倒过来 他这个不是在上面 我选比较大朵漂亮的 先浮一层豆包 然后芋头在中间 再放芋头 芋头放完放香菇 上面再铺多一层芋头盖着香菇 可以了 有多的两天豆包也盖上来 现在来炒酱汁 把香料都放进来 八角桂皮 把八角和桂皮的香味炒出来 冰糖和一层叶也下来 炒一下 我们这个不需要糖色 这个不需要糖色 卤的就要糖色 对对对 香菇水放到香菇的碗里面 让它洗干净 不会浪费 所以放半碗水 放半碗水进来 再放香菇水也放进来 大约放八百姿西的水 还有生姜汁 要煮到滚 要加点黑酱油 增加它的颜色 四分之一茶匙 酱汁大滚了 可以关火了 把煮滚的酱汁淋到豆包和芋头上面 外锅放三杯水 把它移到煎锅里面 这样子就不会太重 也不会太胖 再加入香菇水 放入铺肉 煎锅里面 放入铺肉 放入铺肉 收盏 煎锅里面 放入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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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扣过来 好 哇 哇 哇 还冒烟了 再淋一點汁上去光亮光亮 哇好美 開動 豆包 芋頭 香菇 都已經很入味了 而且芋頭真的是很鬆軟 一夾就斷了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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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